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 最近我推坑玩我堂哥买的一台好飞机 就是这台 格普的Mark 5 那格普的这台这盒呢 当然我堂哥就已经先打开了吧 毕竟是他买的 那不过我们也算是他之后第一手的拿到这一盒了 那盒子的部分呢 我们看这上面印着也是很有个性 这个有点像是油漆还是印刷的这种想要 仿螺旋桨或者是飞机在绕行还是画过去的痕迹 那右上角有一个Burn for FPV 现在好像这个slogan蛮夯的齁 就是为FPV而生嘛 那这边还有格普RC 高品质的四轴飞行器 那旁边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 这是Mark 5的HD版的Vista 6s 那它其实已经有把厂商有把控制器焊上去了 它是用Beta FPV的ELS 那ELS呢也是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开源遥控系统 那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影片 有ELS刷韧体的一些介绍 然后再来VTX Vista嘛 好 那我们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打开 那飞机呢 原本就装在这里面嘛 那因为这个ELS啊 屁股后面 这我有帮它加工一下 原本没有固定在这海绵里面 那我帮它固定进去这样比较漂亮 然后还有天线是 原本是松的我把它插上去嘛 然后奖页应该就是在里面啦 它收起来了 打开来 到旁边 然后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配件包啊 配件包就很基本啦 就是一些 简单的锁螺丝的工具啊 然后还有一些带子 就是 电源的 呃 电池的扎带啦 然后一些螺丝嘛 贴纸这样 我刚才是不是一直重复一样的话 然后 它的奖呢 诶 这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 DJI FPV眼镜的贴纸啦 它应该是漏了 这个奖叫做 Freestyle 4S 这个是前锋的奖 那Pitch大概是3.7还是3.6吧 我忘了 等一下看一下 然后这是它原本装的奖页喔 哎呀 要没地方放啦 推旁边一点 那下面 哦 就刚才提到的 贴纸 有蓝色跟黑色的贴纸 哇 蛮漂亮的 还有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格普的一个 算名片吧 后面有很多 它的YouTube啊 Facebook 哦 竟然还有IG欸 然后还有官网 然后这个是 哦 螺旋桨的安装方向啊 那 它这台呢 螺旋桨是往内 内转的 那其实也有一些是往外转的 那大家是说 往外转的 如果前面有树叶啊 可以往旁边 拨开 那往内转的话 就是会 噴在镜头上 拨这些都可以自己改啦 那买来之后它也还没有动 那再来就是 快速入门手册 使用说明书啊 那 这边有 简单教我们 BF要怎么设定啊 哦 这个 Vista的对屏 飞行眼镜 这里有红红一点嘛 按下去之后 就可以 按下去之后 眼镜会嗶嗶叫 然后接下来来 Vista这边 按钮再按一下 差不多 五秒左右吧 就可以完成对屏了 非常快 然后 陀螺 哦 这个是DJI的遥控器啦 正常我们 买 应该是不会 买到整套啦 然后还有什么呢 防滑电的安装 安装脚垫 诶 对耶 他好像没特别安装脚垫 嗯 真的没有耶 可能是还没装吧 不过没关系 我们往下看 然后 介绍黑羊 的接收机怎么对屏的 不过我们这边是 ELRS ELRS怎么对屏 其实直接刷那个 by the phrase 就可以了 安装讲页 谢谢 这则是 瑞斯凯的对屏 起飞前检查 那后面是英文版的 我相信 应该大家会看中文的啦 好 那这些东西呢 比较需要讲的是 这个奖呢 是 叫做 Freestyle 4S吧 简称F4S嘛 是前锋的奖 那他其实也一样是 5.1寸的 不过他的pitch呢 是3.6inch 3.6的 那相当于就是5136嘛 然后我们 平常 大家现在比较 比较夯的是 51466 诶 这包不是 这包是易飞的 这包才是51466 那 那 这是我们平常51466讲 其实他51466就是pitch是 4.6inch嘛 那这个pitch呢 是3.6的 也就是说 转一圈 右手边这个会 算是 邏矩是 4.6 466嘛 46.6 他往前4.6 然后这个呢 是3.6 也就是转一圈 他往前3.6 这样 那 那 照理来说 这一个应该会 比较耗电嘛 因为他 琴角比较大 那 其实呢 也要看马达啦 如果你马达扭力不够 推不动也是 没有作用嘛 可能会飞得很烂 然后再来呢 他这个电机啊 是属于 speed x2 第二代的样子吧 是 格普RC自己出的 那他是2107.5 然后 1960kV 那他是属于比较瘦 比较高的 的马达 那 之前看其他评测啊 是说 这颗马达的拉力是 比较强的 比较有力的 相对于 这一 这一台 F5X 那 我的F5X呢 上面没有写什么 不过他是2207的 那是 1750kV 那1750kV也就是说 每伏特会升高 1750转嘛 算是 比较低的转速 然后这个是 1960kV 这里 哇 太新了 还会反光 太过分了 1960kV的马达 那这个拉力 是非常惊人的 那这个拉力呢 这颗马达在配置表上是 5152的奖 它的拉力可以来到2公斤 这么多 而且是单颗 哇 那4颗就 8公斤就爆炸了 那最大电流大概是 30... 39 安培吧 然后这个电变是50的拉 所以是完全够用 然后再来呢 看到 这个是 Vista 也就是说 这是算是 DJI天空端的Lite版 那 它跟DJI天空端 有什么差别啊 它主要就是 它只有一个天线 会比较轻一点嘛 那DJI天空端 是有2个天线 那2个天线自然 收训能力会好一点 那再来 DJI天空端 其实比较大 大家可以去网路上查一下 格浦这一台 也是有 可以放DJI天空端 它这里就 占的空间就 比较大 再来就是 DJI天空端有卡路 那Vista 没有卡路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一点是还好啦 反正 我们用眼镜 直接入进去就好了嘛 然后外观的部分啊 它是 整台是碳纤维 然后配合头 这边是铝合金 那我猜可能是 重量的关系啦 铝合金可能轻一点 但是 耐撞强度 就应该没有 碳纤维来得这么有韧性 不过没关系嘛 反正不要炸就好了啊 哈哈哈 然后呢 非控这边的话 它是F722的HDBT HDBT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支援蓝牙调餐啊 很过分吧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影像也无限 遥控也无限 连调这个非控参数 它也帮你搞无限 非常的凶猛啊 那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们在外面花飞的时候啊 常常想要稍微调一下自己 的手感 PID或者是 转 转飞机的速度啊 都非常的方便 就不用像我一样 每次都把整台 MacBook带出去 哇靠 那个一整台好几公斤重 也跟神经病一样 我妈都会觉得我疯啦 对啊 这个非常方便 那蓝牙调餐软铁的部分 就不多讲啦 因为基本上 整个BF系统非常庞大 讲完大概就隔天啦 最后呢 就是 刚才提到的这个遥控 这个遥控是请厂商帮忙焊上去的 应该是他 后来请厂商焊的啦 那这个是Beta FPV的ELS 那格普自己也有出ELS 不过我看 就是网路上 目前没有听说过他的评价啦 那以Beta FPV的ELS 来说的话呢 算是相当好用 他带着这个提琴天线 就是接收功能都非常的良好 就我目前这台 我的F5X 他的屁股也是一样是提琴天线 不过我的是有做保护啦 那 先放回去 那他的因为这边有软电啊 所以 感觉好像也不需要什么保护了 那上螺旋桨之后啊 也完全不会打到 那我们来帮他上个螺旋桨看看呗 好了 上完螺旋桨了 哇 又是一台很漂亮的飞机啊 感觉是有那种影子刺客的感觉耶 而且是数位版的 数位版的影子刺客 超强 那他配置的是Action 2 也就是DJI现在最新的镜头 我觉得Action 2其实 非常的广啦 那 因为碍于荷包的关系啊 所以我应该还会持续用我的狗石 等哪一天有机会跟他借来飞再给他 大家看看Action 2 跟配格普的画面 跟我F5X的画面感觉差在哪里 那我飞过一次这台真的很喷啊 各种喷 很恐怖 那相对于这台F5X呢 飞起来感觉很温馴 那我当时飞这台的时候是用大黄斗150C的 照理说放电能力应该够啊 不知道是不是 马达转轴真的就是有影响 因为格普这台啊 我看介绍就是这个轴距比较短 然后马达扭力也很够 所以他在转身啊 在拉的时候 会比F5X来得顺 听说是这样啊 那实际等有机会在后面飞飞看啰 然后再来一点啊就是 他的现在的螺旋桨是 刚才说多少5136吗 那如果是这颗马达他的最强拉力5152的话 哇那简直是爆表啊 光拿着手都在抖啦 对不对 看起来是非常有成长空间啊 啊 早一天我跟他借来飞 顺便推坑他5152讲好了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啦 谢谢大家 我是风哥 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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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